严书记出事72天后,广安市委书记换人图,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两个多月前四川广安市因严书记事件而备受关注,日前广安市委书记换人卸任四川省潘之花市委书记的李建勤出任广安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据路媒新京报7月29日报道7月27日,潘之花市委书记李建勤卸任,四川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贾瑞云,接任28日下午,四川省广安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 四川省委决定李建勤任广安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侯小春,不再兼任广安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新任广安市委书记李建勤出生于1963年11月1998年,他进入原国土资源部任职任宣传中心主任、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等。 2008年,他担任原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2016年7月李建勤由原国土资源部空降四川任潘之花市委副书,市长与张衍搭班子至去年6月,转任市委书记新京报报道称,侯小春去职也很突然。 7月28日,侯小春,在现任广安市委书记的当天上午,他还有参加公开活动原任广安市委副书记颜春风,今年5月18日,因为颜书记,事件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后,被查至7月29日,广安调整市委书记,已有72天。 目前颜春风留下的空缺上,为补其颜书记,事件始于5月10日,成都金苹果爱妮儿幼稚园的,一位陈老师,因颜庆女孩打笑朋友,以公立的方式来惩罚他颜某某妈妈李向阳,要求幼儿园对陈老师进行开除处理。 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自5月10日颜书记,事件发生后,5月14日,四川省纪委监察委网站宣布,介入颜书记事件,当天中纪委在四川成都,召开有关巡视工作的会议。 中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现身会议。 观察家认为,颜春风被秒杀的背后,这可能与赵乐际在四川召开巡视会议。 有关随后陆媒报道称,四川省纪委监委,一内部人士透露,5月18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已查明, 颜春风,违法所得,约500万元人民币,违纪所得约1000万元同时,在颜春风明下的一处房产内查出名九余百香,其前妻李向阳,已被媒体发现明下有多家建筑类企业,网民多质疑,其二人为假离婚公开资料显示, 颜春风长期在城市规划及建筑部门任职,1995年至1999年在重庆建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任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后来历任宜宾市建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城市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成都市规划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等职, ございます,持ち上台冷� Omic一条造成员,副厅长,监事通常的正硬比。 感谢观看